大家的發言其實是沒有被記錄下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先提程序問題 是希望說主辦單位 可以把今天大家說話的內容 記錄下來以後 製作成會議記錄 上網公告 這樣大家才知道說 我們反應的事情 是不是有忠實的呈現出來 被都市計畫的委員看到 所以我今天先提這個程序問題 我希望主辦單位可以 就是可以把那個 今天大家發言 也不是逐字稿 可是像你說的重點 我們是不是重點可以記錄下來 然後就是把那個 內容呈現出來以後 一樣公告在這個 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這個網頁上面 就是今天說明會的 大家的主要發言的內容 可以呈現出來 這樣我們才知道說 因為我知道都市計畫的 一般的就是規定裡面 其實最有效的方法 是寫人成意見表 我們也會再寫 可是其實在場 可能有很多長輩 是沒有辦法處理那一塊的 那是不是在今天的會議裡面 可以請主辦單位 做個簡單的會議紀錄以後 呈現出來 然後讓大家知道 今天我講的話 有被紀錄起來 然後我在網路上可以看得到 可以呈現出來 以上程序問題 請主辦單位上課堂 請主辦單位上課堂 這個有聲音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 都市計畫的公民會 基本上因為就像剛剛有些人有提到 就是現場有些長輩 就是說希望能合適的方式 把他們的意見表達 那這部分我們會盡可能的 把大家的意見一起都記錄下來 然後我們會會整起來 一起提供給主委會做採訪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先做一個簡報 先讓大家知道說 我希望今天的發言 你就那個什麼公民的記者 你要拍我 還是一樣 你正在我一下 中開的啦 我是為了大眾的利益 今天的會議沒有記錄的話 希望的記錄要交給 我們當地的里長 這個廣時的園區跟福德兵宅 就在大人裡 一點都不尊重我們當地的里長 那你怎麼樣來共同來推動呢 所以第一個剛才他提的那個會議記錄 你要詳細的記錄 而且要分送給周遭的里長 那里民有需要的話 就從周遭的要分送給大家 這一點你們要先肯定 我們來開始檢查 我們來開始檢查 剛才只在這邊說明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案子 現在是進行都就化法令程序 那我們是依照都就化法的規定 辦理這個說明會 那剛剛里長這邊有建議是說 希望盡可能把大家的意見都把它整理下來 這部分我們會做到 那這個整理的意見呢 我們會給都委會參考 然後也讓里長這邊指導 要給會議記錄要給我 對對對對對 就是知道也要給我 對對對 我們到時候會議 我們會用正式的公文 然後也付給這個里辦公司這邊 好 謝謝你 因為最主要是可能跟各位報告 因為這個案子呢 現在是就是在公開展覽的階段 那在審議的這個做決定的是 兩級的都市計畫委員會 所以各位的意見我們當然是要轉支給他們知道 另外我請教一下 這次的那個會議的主持是都發局還是社會局 我們是不是聽完簡報 我們是不是聽完簡報 讓大家知道這個計畫的內容 然後再跟大家一起來討論好不好 好 謝謝